第一的話,先插入一列 第二的話,再把底下輸入這三個東西 複製過去 貼過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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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做的吧 Ctrl-Z是復原,Ctrl-Y是恢復 所以如果你做錯的話,記得有個Ctrl-Z Ctrl-Z就是復原 接下來的話,題目還有什麼呢? Ctrl-Y Ctrl-Y就是剛剛又做什麼?合併儲存格 就跨欄至終,跨欄至終,跨欄至終 這個是第二個步驟 OK 再來的話,第三個 第三個要怎麼做呢? 第三個基本上 我們就是要按照題目要求就是 設定儲存格 N3 所以你要找到N3儲存格的公式 公式就是L3-72乘上4 並且把公式往下填滿就OK了 這個地方怎麼做? 我做一次給我看一下 N3先找到 另外教過一個方法 如果像這個PDF檔 如果你要閱讀要切來去不方便的話 像我的習慣是直接怎麼樣? 用手機有沒有 手機也可以連到 這個 這個連結嗎? 我們可以在手機上 輸入那個 GG.GG的連結 然後一樣可以看到這個PDF檔 所以你也許可以用手機或平板 也可以當成是一個閱讀器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接下來的話請你找到N3 N3在哪裡? N3 3就第3個 N3就在這裡 然後公式的話 我們要做什麼? 就是 把那個公式填上L3 減掉72乘上4就可以了 L3 在這裡 OK 所以你公式直接 我的習慣直接在這邊 這邊打也可以 或者在上面資料編輯也可以 等於什麼呢? 等於 你直接打 等於 L3指的是這個 它的成績 Score 然後它的成績Score的話 乘上 應該是減掉多少 減掉72 乘上 4 這樣就OK了 打個勾就可以了 至於這個公式怎麼來的 其實這當然不是 我們需要深究 因為我也不確定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反正主要就是 把他的Leader的這個成績算出來 也許他什麼 標準肝好像有幾肝吧? 你們自己Google一下 高爾夫球的那個什麼 一個遊戲規則吧 OK 大家了解一下 算出他的那個總肝數吧 當然應該是 越低應該越好吧 有沒有 越低好像 他有個標準肝 肝數越低 表示說呢 你需要 花的那個什麼呢 肝數越少 那表示你成績越好 那排名越高 所以裡面的話呢 我想要知道哪些是 最優秀的 看得出來應該是這個什麼 低於標準肝17肝 應該是最好的 揮了72洞之後 基本上可能每一洞應該需要肝數 他都是低於標準肝很多 OK 當然相對是 更好的 OK 好像什麼 平標準肝是什麼 EGO還是什麼 我搞不清楚 OK 反正這個細節部分 自己再去了解一下 這個第3個就OK了 等於 L3 減掉72乘上4 再來的話呢 第4個 將儲存格 1 到72裂 把它改成裂高 25 那裂高意思是說 裂高其實你當然可以這樣調 有沒有這樣裂高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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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沒 25還沒有 25了過頭了 當然不是叫你這樣調 有沒有發現 這個列高按住不要放可以調 可是問題不是叫你說 慢慢這樣一個跟慢慢調 調到哪一個時候才會調 而且調的還不一樣大 不是叫做 如果你要把所有列高 他說第1列 到75列 所以你把它捲動到最下面 按下SHIP鍵 SHIP2 應該知道SHIP哪一個 按SHIP鍵 先選第1個 再選72 75 第5 這樣表示什麼呢 表示全部選起來 全部選起來列之後按右鍵 這個時候呢會有個什麼 列高 請你從列高這邊點下去 他列高要多少 25 輸入25 按確定 這樣就OK了 這沒錯 反正以後你要調列高 你不要傻傻的 每個慢慢調 這樣一定錯誤 而且每個都長不一樣 OK 所以我們列高第4就OK了 再來的話 將儲存格 它這邊的話 把它再放大一下 將儲存格 範圍 A1到 N75 設定框線 什麼叫框線 因為你現在列印的時候 它預測是沒有框線 印出來 其實 是看不到外面的框框 我怎麼知道 外面有沒有框框 檔案裡面這邊不是有什麼 叫列印 列印的時候你會發現 這怎麼都沒有框框 如果你現在印出來之後 給你老闆 給人家 這奇怪 這資料怎麼都沒有框線 那就不OK 怎麼辦呢 必須設定框線 那 怎麼設定框線 他要設定哪些框線 他說 請你幫我 設定內框線 為 最細實線 外框線 為 四粗實線 然後呢 第二列 與第三列 之間 為 雙線 所以其實 總共有三個動作 也就是說 這個框線裡面 他要求 裡面的是最細的 外面是四粗 那第二列跟第三列是雙線 第二列跟第三列在哪裡 第二列跟第三 就這條線 上面這條線 跟下面這條線 那怎麼做 請你把這個範圍全選 那怎麼全選比較快 你先點 這個 左上角 A1 再點選 N的最下面 記得按shift 一樣按shift 按住然後再點 N75 全選了 其實跟剛剛選那個列有點像 剛剛是選第一列 再按序 選最下面列 這個其實道理差不多 再來的話呢 請你點選 在 常用面板 這個面板 這邊 這個就是框線 框線旁邊會有一個箭頭 就這個地方 那這個箭頭的話你把它點下去 會看到呢 裡面可以讓你設定 有上框線下框線 左框 我們不是我們要是 內框線跟外框線 但是這邊只有外框線沒有內框 怎麼辦 請你選其他框線 其他框線裡面的話 這邊就會有什麼呢 這邊就有內框線 跟外框線 還有 哪邊是最細的 樣式 最細在這裡 最次出的是哪一個 這個 所以你可以點這個 然後去選內框線 選這個 去選外框線 這樣就OK了 1跟2就完成 那這個我想待會再來看 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剛剛我們講到的第 第3跟4先完成 我們來試一下 喔 換一個 全面的 最細是 我們要去選內框線 所以我們要去選內框線 我們要去選內框線 然後 去選內框線 然後 去選內框線